小朋友 一起玩游戏 小朋友 來玩游戏 啦 Yay 夢哥哥我們今天要玩什麼遊戲呢 今天的遊戲內容就叫做 我是神射手 可可這邊呢 有幾個圈圈 要請小朋友把這個圈圈套到 這個柱子裡面 相信小朋友常常 有時候會去夜市啊 都會玩過套圈圈 小朋友有玩過套圈圈嗎 有 好我們首先邀請 我們的品儀為我們投第一棒 品儀加油 太大力了一點點 品儀加油 品儀加油 輕一點點 不過沒有關係 那品儀我們先過來 好先去優格姐姐那邊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呢 她每個都沒投進 對啊她沒有投進沒有關係 待會還有機會好不好 那現在呢我們邀請可愛的滴兒 來當我們的第二棒 姐姐我們說滴兒加油 滴兒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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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關係我們滴兒呢 也很棒但是還沒有投進 好沒關係 待會還有機會好不好 好第二來 接下來是妍希喔 有信心嗎 應該有 妍希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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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妍希好棒 妍希總共得了幾分呢 小朋友幫我算一算喔 好 一 半可哥拿著 二 所以妍希對了幾分 沒有拿 兩分 小朋友都答對了很棒喔 現在呢我們邀請第四棒 我們的子儀 我們一起幫子儀加油 子儀加油 加油 子儀加油 小一點點 子儀加油 子儀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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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很棒 子儀很棒喔 好 謝謝滴兒 好 我們一起來數一數 好 我們一起來數一數 好 我們一起來數一數 子儀得到了幾分呢 一分 再來 兩分 所以子儀得了幾分 兩分 小朋友很棒喔 那現在呢 圈圈來先給哥哥一下 因為呢 我們遊戲要變得更難一點點喔 喔 什麼還要變更難喔 嗯 我們除了要把距離呢 拉遠一點點之外呢 現在每一個顏色的圈圈 都代表不一樣的分數喔 喔 那什麼顏色是什麼分數啊 粉紅色呢 就是一分 嗯 然後如果投進了綠色的話 就是兩分 如果投進黃色的話 我知道 我知道 是幾分 三分 幫小朋友複習一下 好 粉紅色的是幾分 一分 那 黃色的是幾分 兩分 而是兩分還是三分啊 三分 對 很棒沒有被哥哥騙到喔 那再來 綠色的是幾分 兩分 沒有錯 接下來呢就是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讓小朋友來試試看喔 首先呢邀請我們品儀 當我們的第一棒 品儀 加油 哇 品儀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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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差一點點 品儀加油 小力一點點 哇 很棒 那小朋友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品儀得到了幾分呢 黃色的是幾分 三分 雖然只有投進一個 但是品儀獲得了 三分 沒有錯 很棒喔 那我們謝謝品儀 在旁邊等一下喔 品儀投進一個可是就三分了耶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第二棒 可不可以很厲害喔 子儀加油喔 加油喔 第一個是綠色的 子儀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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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點點 子儀加油 看說我們子儀非常的專心喔 很專心很專心 哇 小朋友快拍手 現在呢 哥哥呢想要請小朋友幫我算一算 子儀獲得了幾分呢 好 哇 總共投進了四個 但是分數會不一樣喔 來數數看 一分 好 半哥哥拿著 一分再加上 三分 沒有錯 一分加上兩分的綠色圈圈就是 三分 現在是三分囉 三分再加上一個兩分的圈圈是多少 五分 沒有錯 現在是五分了 五分加上一個三分的圈圈是多少 八分 沒有錯 所以呢 我們的子儀獲得了 八分 哇 爸爸拍手好厲害喔 好棒喔 那接下來要請我們的第三棒 妍希 妍希加油喔 這邊還有一個 我們一起說妍希加油 妍希加油 我們妍希是有策略的喔 妍希加油 妍希加油 她想要先投粉紅色的 先抓到手感 妍希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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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 那我們現在邀請小朋友一起幫我算算看 妍希總共獲得了幾分呢 妍希很棒喔 妍希同樣投進了四個圈圈 我們一起來算算看 一分 兩分 現在是兩分囉 兩分加上兩分的圈圈變多少 四分 是三分還是四分呢 四分 沒錯 現在是四分囉 四分再加上一個兩分的圈圈變多少 六分 沒有錯 所以妍希總共獲得了 六分 一樣很厲害 幫她拍拍手吧 妍希很棒喔 現在邀請我們的第四棒 我們可愛小小的弟兒 弟兒加油 我覺得弟兒年紀比較小 所以我們把它用近一點好不好 弟兒還沒開始 哥哥還沒有講開始啦 喂 好可愛喔 好 可以用近一點喔 我們一起說弟兒加油 弟兒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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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開心喔 很棒很棒 雖然弟兒只有投進一個 他好開心喔 對啊 但是這個是幾分 三分 所以弟兒總共獲得了幾分呢 三分 沒有錯 每個小朋友都非常的棒 給自己拍拍手 你們都很厲害喔 這個遊戲呢 爸爸媽媽在家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 培養親子關係喔 對不對優格姐姐 沒有錯 而且可以從簡單的遊戲裡面 學到數數喔 所以小朋友好不好玩啊 好玩 那我們再玩一次好不好 好 這次哥哥也要加入好不好 我也要加入 好好好 那你們先來排隊